眼前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五岁男孩 实际上已经40岁了 一连猥琐的他每晚都会想办法和继母睡在一起 原来男孩得了一种名叫不老正的怪病 由于身体发育不良 他的身高和长相 永远停留在了五岁时的样子 但他的智力成长却并没有停止 因此村子里的人都将他当成了怪人 更是不愿意接纳他 走投无路之下 母亲只好带着宰宰来到香港 想要投靠宰宰的亲生父亲 但宰宰的亲爹早已经娶了一个富家前景 并且还生了两个小孩 为了不让落魄的妻儿打扰到自己现在的生活 于是他便狠心地将宰宰母子赶了出去 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离开 看着父亲和新家庭亲密互动 那一刻在宰宰心里便埋下了一颗仇视的种子 从那以后 母子二人便在香港过起了拾荒的生活 他们居无定所 以简破烂为生 母亲为了能让宰宰吃口饱饭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这样的生活倒也勉强过得下去 但不幸的是 不久后宰宰的母亲却身患重病 由于没钱治疗 很快母亲便撒手人寰了 失去了母亲的庇护 宰宰变得更加无助 好在闪亮的邻居收养了他 但为了不让邻居发现自己身患不老症的秘密 宰宰自知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为了给自己凑到足够多的生活费 走投无路的宰宰 便在离开之前将邻居的亲生孩子卖给人贩子 他则拿着赚取的黑钱 再找新的好心人家收留 第一次的时候宰宰还幸存愧疚 但卖孩子换取的高额回报 却让宰宰逐渐沉沦 畸形的成长环境 早就让他忘记了什么叫做闪亮 不过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宰宰身患不老症并且不能长大的秘密 终究还是被人发现了 于是他便被关进了一家研究所里 在这里宰宰结识了好朋友大傻 大傻患游造帅者 情况正好跟宰宰相反 大傻身体发育虽然与常人无异 但他的智力却停留在了七八岁的水平 宰宰凭借着自己的高智商 只使着大傻顺利地逃出了研究所 为了掩人耳目 宰宰还伺机混进了一家孤儿院 没多久宰宰便被一对有钱的夫妇收养 夫妇而认觉得 宰宰跟自己死去的儿子很像 心里自然是喜不自胜 但他们弯弯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看似怪桥懂事的小孩 从心理学上来说 实际上则是一个心狠手拉的中年大叔 然而更加巧合的是 宰宰无意间得知 收养他的男主人阿诚 竟是他同父一母的亲兄弟 原来阿诚的父亲 就是当年那个抛弃宰宰母子的渣男 此时的阿诚 已然成了当地的一名探员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丰厚的财产 开好车住别墅 而且还有一个温柔娴淑淑的妻子 宰宰每每看到这一切 都会感到无比的嫉妒和愤怒 他觉得这一切原本都应该是他的 在嫉妒的备份下 一个可怕的报复计划 便在宰宰的心里生根发芽 这天宰宰趁着阿诚休假 给阿诚的同事殷书打去电话 谎称自己和爸爸到半岛大厦完 但是自己走都了 请求英叔帮助自己找到爸爸 大家都是同事 英叔一听自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随后宰宰又用一个陌生号码 给阿诚发去短信 说他的配枪 被自己藏在了半岛大厦 原来宰宰早就偷走了阿诚的配枪 阿诚连忙检查配枪 果然已经不在了 身为探员却丢了配枪 这绝对是有损作风的大事 于是他连忙赶往半岛大厦 随后宰宰指挥着大厦 先是将赶来的英叔推下大楼 然后又自己打晕了阿诚 当阿诚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出现了缺陷性示意 记忆变成了一段一段的